好继续讨论GDP 为什么有时候有些名字叫做GDP 本地生产总值有时候叫做国民收入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说同一样东西 如果说GDP就是说 一个地区里面所有的生产单位 做出来的东西的总值 可能加上100元 用钱来计算 第二种计算的方法就是说 当年做出来的产品卖出去 卖给谁 应该也有100元的支出 这些货品卖出去 也都成为这个地区里面 寄人100元的收入 所以其实三样东西都是说同一样东西 就是当年做出来的货物或者服务 总值是多少 考试第一种问法很常见的选择题 就是真是给一些数字计算的GDP出来 第二种就是在问答题很常见的 就是说一个支出或者收入 究竟计不计算到GDP 那答案很简单 那个支出是不是买当年生产出来的东西 或者那个收入是不是因为 当年生产而得到的收入 那个pattern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说完GDP之后 今天就会说一个新的概念 就叫做GMP 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GDP我们说过了 以地区做单位 不理你什么人 总之在这个地方里面 生产出来的东西 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生产单位 进一些工厂公司里面去量度 做出来的东西的价值 总括来说是用地区来做单位的 相反而GMP 就是以居民来做单位的 例如香港的居民 不理是不是在香港 甚至在外国 做的东西 都会算到GMP 那怎样找出来呢 好了 画得比较惑特的香港地图 我们最先计的GDP 就是去量度量度 这个地区里面 生产单位做出来的东西的总值 算出来就叫GDP 那现在我们要找回GMP 那我们应该怎样调整呢 那第一样东西我们要加回的 就是一些在海外 香港人的收入 生产带来的收入 或者他们的生产总值 应该要加回来 因为GMP 是用居民做单位 所有 香港人都要加回来 那我们就加 他们的生产总值 例如他们做的东西是20元 那我们就加回来 因为GNP是用居民做单位的 好了这样搞定了吗 不是啊 还有一个调整 好了一些 不是香港人 例如非洲人 他们做的东西 应该不算在GNP 因为他们不是香港人 所以我们就要减 他在香港 但是他不是香港人 做的东西呢 例如做了5元的东西 我们就要减出来 好了那一加一减之后呢 剩下的数字呢 就是全部都是香港人的生产了 这个 数字呢有个名就叫做 GNP 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那一加一减应该是 例子的数字是15元 那我们有个名的 和外国所赚取的正要数收益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GDP香港是100元 就是香港人的生产 只计这个地区的生产 好了加回15元之后 只计香港人的生产 一加一减之后呢 那应该就是115元了 好希望同学识分 GDP是用一个地方做单位的 而GNP呢 是用香港人来做单位的 那我们看看以下的例子 看看同学会不会回答 21年的题目 好陈生是一个香港人 但是他在英国做事 生产了一些服务 好第一算不算在GDP里面 那答案是否 因为GDP 只是计香港地区里面 那他在英国做的事 提供的服务 当然不算 好了 但是计不计 GNI或者叫GNP呢 那就计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陈生是 本地居民 GNP或者GNI 是用居民来做单位的 所以是应该计算的 无论只要他是香港人 无论他在哪个地方做事 都会计算到香港的 GNP或者GNI 好了同学还记不记得 香港人 在海外的生产收入 叫什么名字 是吗 正确的名字就叫做 海外要素收入 或者收益 接着下一个环节就是 GDP或者叫国民收入 作为一个 量度生活水平有什么限制 那简单来说 GDP或者GNP或者叫国民收入 简单来说一个字就是钱 那是不是大了呢 都挺大了 特别GDP其实是量度成个国家 那GDP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例如全球GDP最高的国家 第一就是美国 第二就是中国 那两个国家生活水平 是不是 相差无几呢 那就应该不是了 那原因是什么 那原因就是人口问题 赚的钱美国 3.3亿去分 但中国人口非常之多 14亿去分 分开 其实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会 找多一个指标 就叫做人均GDP 就是除了人口 才是更加有 实际一点的意义 那除了人口的话 人均GDP 那中国和美国 当然就差很远 那我们说呢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我们踢踢踢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价格变动的问题 那我举个例子 同样一碗面 可能80年代 特别80年初 卖3元 但今时今日 去到30元 其实是说生产同样一碗面 那代不代表 生活水平高了10倍 那当然不是 于是乎 我们会做一个物价的调整 就是我们接着那一部分会讲 实质GDP 会消除物价的变化 那这个也都可以解决的 那接着那些 就未必可以解决到 例如一些叫非市场的交易 举个例子 例如非洲 GDP 是不是 GDP很低 但是生活水平那么差 不是啊 可能那些人以物易物 根本就反映不到出来 用总值 那其实那些人生活没问题的 不过是你量不到 就算是可以解决到的 接着问题就是收入分配 人均GDP高 不代表你分到的 那我想讲一些国家 例如 卡塔尔人均GDP很高的 但其实那些石油国家 那些油王 那些才是超级富豪 其他的平民法性 根本就分不到 所以这个数字是误到的 因为收入分配极度不平均 不要看到那些数字 就以为那些人都在生活水平很高 好了 数字大不代表 真的生活质数高 接着原因就是 国民生产的组合 例如80、90年代 第二大GDP的强国 就叫做前苏联 后来就解体 为什么呢 因为前苏联那些GDP的组合 根本就是一些军备 武器 或者一些核武 根本对百姓的生活 完全没有帮助 那些经济差到死 那些人又没有饭吃 那结果就是解体 接着下一个 钱多不是大了 虽然赚很多钱 大污染 罪案很严重 或者最后一个因素 例如香港那样 香港人均GDP虽然高 但是工作时间都很长 那这些城市 那你会不会选择来居住呢 那有些地方虽然GDP不是很高 但是它觉得 是很适宜居住的 那你想一下为什么 这些地方 环境好 没那么凄逼 污染 你可能会选择这些国家 是很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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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分类 它很多时候会问 GDP的数字 会否高股 或者低股 做生活水平 那大家都知道 GDP就是说钱 钱多是不是大了呢 是不是有些钱 反应不了呢 那你可能回答这个 收入分配不平均 数字 都不代表你待到 那刚才说了 那些生产组合 根本不是消费品 那些武器 核武来的 那些污染 罪案问题 那这些都是钱反应不了的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 GDP低 是不是代表生活水平差呢 刚才也都说了 例如非洲国家可能以物易物的 根本就反应不了一个总值 一些地下交易 根本就战算不到 一些阶下 都是 het Unfairog 你只是看钱 那可能就 number 看不到这些好处 总括来说 上面就是 一些钱反应不了的坏处 你把银案说出来 下面就是 亦记转两个 我们看看以下的题目和我试试暂停的画面看看是否懂得做 低估的意思就是GDP的潜能上虽然低 但是有些东西是反映不到的 那谁会说这件事? 首先B是不对 人均我们已经除了人口了 不关人口的事了 C应该都不对 应该是高估了 希望和我感受到 即是GDP虽然高 但是罪案很严重 其实是高估了这个国家 就不是低估了 A应该都是错的 非消费品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国家的GDP 全部都是武器的话 应该是高估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一些非市场的物品 例如一个国家以物易物的 根本他们的生产就不会反映在总值或者市值上面 其实他们的生产力不差 所以卖低估了 好我们看一题问答题 18年的题目 那你分析回题目应该说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国防的开支 那就是好像前苏联的例子 GDP大部分都是一些国防武器 对市民的生活水平 其实帮助不大 但是你看到三分 应该都要解释第二个因素 你可能common sense都判断到 那些男性本来很有生产力 做到很多价值的生产 但现在走了进去当兵 那当然GDP都会下跌 那进去当兵的生活水平